- 解決筆碼 哈囉大家好我是戈優 今天要來針對傳統品級操作上的正確性來說明 每個人躯起構造不同 訓練的目的不同 所以姿勢上多少都會有差異 這一集會帶大家完整的認識 握法 臀位 站姿 啟動 軌跡 呼吸 從準備到啟動再到結束完整的走一次 當我們裝好槓片之後走至定位 槓與身體的相對位置 正面來看身體對準槓的中心 雙腳微微向外與肩接近同寬 側面來看槓的位置落在腳掌中心 接近近骨而非貼著近骨 目的就是為了發力時腳掌平均受力於地面 接著屈膝彎腰抓出握具 基本上良好的握具會與肩接近同寬垂直於地面 正能讓你的斜方、肩甲、手肘、手腕 呈現在最自然放鬆的中立狀態 至於握法主要分成三種 雙正握、正反握、勾握 雙正握的好處是左右兩邊受力平均 起槓時較不會產生晃動 長時間訓練下來也比較不會造成左右肌群的差異 但通常比較其他兩種握法 在做大重量或高次數的時候難度較高 主要是因為握力的問題 而正反握通常可以讓你在沒有使用拉力帶的狀態下 拉的比雙正握重量高上許多 但要特別注意 起動時左右不平衡造成的旋轉問題 以及左右手的肌肉張力不平均 雖然硬舉被歸類在下肢拉的動作 但大家往往會忽略腿的縱向 以及臀的橫向發力 手臂千萬不要有抬拉的動作 一個不小心可能就會造成肌肉拉傷 再來進階著也可以練習勾握這種握法 大拇指貼在槓上 用你的食指以及中指 包住拇指再握住槓 拳頭的位置自然下墜 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握槓小技巧 你有沒有常常覺得握槓時你的肩被擠壓得很痛 一般人會習慣掌心對準槓來握槓 導致肉被擠壓出來造成不適 你可以試著用你的肩去對槓 可以解決你疼痛的問題 再來 脊椎延伸到頸椎一樣 保持在最中立的狀態 當你保持在一個良好的位置 你的胸自然而然就會微微的挺出來 不要很刻意的去做挺胸的動作 我看過很多人習慣一發力臉就跟著向上看 導致頸椎壓迫 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動作 如果你已經養成這種習慣 請務必要改掉 接著我們來聊聊 圓背以及過度拱腰 在做硬舉時肩胛自然下放就好 這時候從側面看 上背會呈現自然的弧形 而非所謂的錯誤圓背 佔據我會建議配合你的手臂 能站寬就站寬 腳掌微微外八 可以讓你在操作硬舉時 有更多的內收肌 以及臀肌參與 膝蓋的位置平行於腳掌外八的幅度 你可能有看過有些人習慣在啟動前 上半身會先抖個幾下 或是在啟動時才把屁股坐下去 其實這是為了讓他們檢視自己身體的各個部位 是否處在一個緊繃、良好的狀態 以及神經的連結 避免啟動時關節過度移動 所以不用去效仿別人 一定要先拉個幾下 或是先把屁股抬高再坐下去 重點在於啟動前要先確保好全身的張力 再來臀部的位置到底要高還是低 要不要坐下去 這是目前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 首先我先針對軀幹的差異來做說明 譬如說軀幹短手長的人他的臀位會越低 軀幹長手短的人他的臀位會越高 但這是建立在對不同軀體的人來說 最中立的啟動發力位置 譬如說在越接近中立的狀態下 啟動硬舉對你越有利 但還是有些人會習慣用低臀位 或是高臀位來啟動硬舉 這是因為他們習慣起動時臀腿參與多一點 或是下背吃多一點 對他們的發力比較有優勢 大家可以看到當我用低臀位的時候 脊椎的擺盪角度較小 腿部相對較為吃力 高臀位則是張力幾乎都落在下背 但我們倒回去看 可以發現不論是哪一種 當你做到一半時 身體的角度都會剛好重疊 所以你要用高臀位或是低臀位 取決於你的軀體比例 以及你習慣的啟動位置 重點是請你好好把脊椎保持在中立的狀態 發力時我們把注意力放在 雙腳穩踏地面向下 臀部用力向前同時推出 而不是想著要靠上半身把槓拉起來 記得當你把屁股往前推時 你的背膝會同時打直 我看過很多人會先打直膝蓋 接著才把背打直 這是一個不正確也不順暢的方式 再來我聽過很多人會說 從啟動到頂點時槓都要緊緊貼在你的腿 這導致我看過很多人在練習硬舉的時候 為了讓槓貼著腿導致膝蓋過度前傾 啟動時都會刻意把槓去繞膝蓋的動作 然而槓的理想軌跡應該要是呈現接近一直線的 好好的維持好重心 不要刻意使貼著腿去做硬舉 導致重心偏移身體不穩 當我們站至頂點時屁股夾緊往前推 確認好背臀吸肩的位置是否完成 這時候怎麼起來的就怎麼下去就好 呼吸的部分 當你在做大重量時我會建議 啟動前吸飽氣提升腹內壓 我說過這感覺就像大口把水灌進腹部 啟動至頂點時把氣含在腹內 鞏固核心 下放時把氣微微呼出 下放之低點時重新換一口氣 很多人還不習慣呼吸的技巧 就會去挑戰大重量 所以常常會出現眼冒精心的現象 呼吸也是需要訓練的 最後硬舉時適合穿的鞋子 你只要注意鞋底薄平硬三個原則就可以了 好的一趟就是針對常常硬舉在訓練時的細節 以及一些迷思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如果想看更多的話就歡迎訂閱囉 我是建人蓋伊 下次見 掰掰 沒有!沒有啦! 到膝蓋上 ع